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火球 然後我這一次剛換完我們的計電器之後 然後我們就去旁邊的修車廠 就這麼近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看到了 就修車廠去插電腦了 那插電腦的結果也是讓我滿心疼的 因為這台車真的是一台燙手山芋啊 那假如說它有處理好的話 當然是一台好車啦 那假如說沒有處理好的話 就有各種問題 那去插電腦了居然出現了 我覺得最不可能就是 曲軸感知器有問題 然後他說這台車的線路有點被接過的感覺 所以說他不確定是線路的問題 還是曲軸感知器的問題 土輪感知器也不是曲軸 土輪感知器的問題 那他說叫我回去跟上一個 幫我們安裝這個的要保固看看 那如果他給我們保固 再換一個新的測試看看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可能這台車就要換線路 可是換線路的話太貴了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做換線路的動作 那要不然就是說 再換一顆新的試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就代表這台車就可以正常用 那我可能之後就是 可能開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賣掉 或者是怎麼樣 就之後再說 那假如說不行的話 他就真的是報廢一土 那真的是還蠻可惜的 因為這台車真的是 很讚的一台車 動力又強 然後引擎也 引擎也是蠻穩定的 聽那個老闆說 他們有修過一台是五六十萬的 五六十萬公里的這一台 也是一樣熱車之後發不動 那我現在是無限的感慨 那我老闆也有看到我FB上的發文 就是真的還蠻感謝他的 他幫我檢測電腦也沒有收錢 但是人真的超棒 超nice的 那以後我的AD有問題 我一定或者是這台車 後續還要做什麼一些小測試 然後小更換的話 我一定會去找老闆的 好吧 那這一次的小翠的維修 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後續就是保固跟換一顆新的測試 那測試完之後就可以決定 這台老翠的生死了 好吧 那我們就下一幕囉 那剛剛有一個驚人的發現 就是抬頭顯示器也自己修好自己了 削掉故障碼就修好 謝謝 上次去給人家插完電腦 削完故障碼之後 然後又 稍微開了一小段路吧 然後他又出現了 對 所以應該是取土輪感知器有問題吧 可是那個是 新的感知器耶 沒想到用沒兩下就有問題 也是蠻扯的 哈囉大家好 我說我求今天繼續遮騰這台老翠 那他實在是 有點煩啊 我先講上次那個 插完電腦之後 發現什麼事情好了 上次插完電腦之後 就發現電腦 顯示出來是 土輪感應器有問題 但是土輪感應器 我說過是新的嘛 所以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然後 然後 實際上真的 那個土輪感應器 的確是新的 然後應該也是沒有換 因為我們換上 另外一個更好的 土輪感應器上去之後 一樣 就是當下直接就 跳故障碼出來 就完全沒有解除啊 那老闆也很阿沙利的說 算了沒關係 這個就 當作給你測試 分你收錢了 因為那一隻換你要兩千塊 有點貴啊 那老闆就說 你就繼續看你要不要 處理這台車 如果要處理的話 就一次處理好 那我之前之後去跟 家人討論過之後 這台車可能就是 不弄了要報廢了 那既然要報廢 就讓我好好玩一玩吧 那當初那個車行老闆跟我講說 有可能是這一隻有問題 它輸出的那個素質有點問題啊 有可能是作動不正常什麼之類的 那我剛剛把它拆下來 這個很難拆 超級難拆的 那拆下來之後 我想把它清潔一下 那其實我剛才已經有去 用電瓶接電做測試了 它是正常的好不好 完全正常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清完 應該還是 不祭於事啊 但是 都拆下來 還是用化氫劑噴一噴好了 那現在就是要把它噴噴了 那記得這個化氫劑 是不能噴到油封的 所以說這個油封的部分 就 看要擋起來是怎樣啦 那就來噴吧 我應該也沒有要做 太詳細的清理啊 就噴一噴 讓它機油搖一搖就好了 好的那我剛剛有研究了一下 用山柚電錶量了一下電阻 是7點多 那應該是正常的 然後 我也用通電的方式 讓它看它有沒有正常作動 那作動的時候也是正常的 就是都有作動 應該是沒問題了 所以這支應該是沒問題 那就直接把它裝回去吧 看來是不會有什麼改善的結果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火球 這次是 算是最後幾集了吧 那因為它沒電了 所以說我就 現在用我的另外一台車來接電 那台車在這裡 你看 那現在是剛接好電發動 讓它稍微充一下電 再把這台車發動 然後我有另外買了一個電瓶充電器 之前就想買了啦 然後趁這個機會 就買一個電瓶充電器 然後打算把它開回去 然後充電 那充完電再回來繼續放 那總之就是 老翠的整理也快接近尾聲了 那 總之先發動看看吧 我們先給它 踩油門 讓轉速高一點 讓它充快一點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 發動看看吧 我也是第一次做接電的動作啦 有點怕把什麼會燒掉之類的 欸不行欸完全沒有電欸 完全沒有電完全沒有反應欸 看來還是要充電充一下 好因為完全發不動 所以我用這種比較危險的接法 發動的啦 那一般來講是不用用這種接法 但這個電子還是完全沒有電的 好那我現在就要把東西拆下來 好的 那我們充電器也充了大概兩個小時吧 那這條延長線不夠長 所以我又拿了另外一條比較長的 所以說想要來換一下延長線啦 那我想說反正都要斷電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現在的狀況喔 那現在狀況是13.4V 然後 7.2A在充電 那它這個其實 能調的東西不多啦 算是比較陽春的 就家用型的 這種汽車充電器 對 那 因為我等一下 又一定要斷電嘛 所以我就打算來試看看 它有沒有辦法發動好了 那就測試看看而已啦 那我先來換個充電 換個延長線 直接把它關掉吧 好的 那我們的電瓶充電器先放這邊喔 先拿來旁邊放一下 那我剛剛其實有看一下電壓 它大概充到12.1而已 這個電壓應該是發不太動啦 就是 應該是 發不太動啦 沒關係試看看喔 好玩而已 測試看看而已 我剛剛開鎖的時候 它是 電動的 是有開的 所以應該是有一點點電 啊 有啦 有一點點電啦 發看看啊 不一定發得起來 發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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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 充的不夠多 還要再多充久一點啊 因為這種汽車電池 其實相對來說 都算是很大顆的電池啊 所以說它要充的話 我看網路上說 這個要充都要充十幾個小時 才會 充得飽的 那 所以說我才要換延長線 要不要把想說 短的延長線 拚一下就好了 可是假如說要充十幾個小時的話 我的鐵門 關不下來啊 對 有點怕怕的 所以我還是換了一個 比較長一點的延長線 那這是去別的地方幹的 所以之後還要還它 啊 現在是用 13.6V 然後 8.8A在充啊 對啊 這個都是自動調整的 還蠻方便的 就是 假如你沒有 呃 特別要求的話 這個價位我覺得是 還算蠻方便的一個選擇啦 那當然 你有更好更便宜的 就是你要 買弱電充電器 然後再 自己算時間 但是那個就 比較有點麻煩啦 可能要自己抓 那這種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但是它其實 沒有辦法做更多的調整 因為像那種機車 那種比較高級的 它都是有辦法做很多種調整的 那這個可能就沒辦法 你只能一個 一樣的套路 然後讓它慢慢充而已 好吧 那就繼續充電吧 嗯 還要充很久呢 希望我的這個 不要被人家亂借電啦 應該不會吧 台灣還蠻安全的 我覺得 帶我們的老翠來驗車 第一次驗車 驗車左轉有沒有 然後我就傻乎乎的開進來了 也不知道 現在是怎麼樣啦 不過應該跟著前面開就對了吧 管他的 反正就來驗個車吧 驗車 你看這個 這個雨刷 哇 太快了有沒有看到 跟膠條整個脫落下來了 有個白癡的 好等一下我處理一下喔 你看這個 這個雨刷 哇太快了有沒有看到 跟膠條整個脫落下來了 有個白癡的 好等一下我處理一下喔 其實已經過了很多時間了啦 然後 這台車中間又發生了一點事情 就是他 停在路邊的時候被撞 這一塊整個凹進去有沒有 那 沒想到他報廢前還發揮他的余光余樂 然後 A了一筆 這樣講話不太好 總之 這台老翠就因為修不好 那車主也沒有太大的醫院 花太多錢去修 去給車廂看的時候也 就是說修不太好了 所以說 現在就是結局了 那現在就是要把他報廢領那個 買新車的補助 的 五萬塊 那這台車報廢去 解體廠啊 應該還可以再 有個一萬五千塊吧 那 這些車上還能用的零件 我會先去 有些東西 我應該會先看一下 還能不能用啊 如果還能用就 我可能會拆下來 裝在AD上面吧 像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 還蠻正常的 我的AD的這個就壞掉了 就大概這樣吧 那以後 大家應該可以在報廢場 看到這台車子啦 這台車子 最好的應該就是這個 皮的狀況是特別好的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 會被人家殺走吧 希望被人家殺走 要不然 換這個換那麼多錢 就沒意義了喔 修不好老翠就到這邊 結束啦 等後面辦理那些 報廢什麼的事情 也不干我的事情了啦 那就大概這樣吧 啊對了 這個輪胎啊 之前是換新的輪胎 然後又拿去換回 舊的二手胎了 所以說現在這個 又是舊的輪胎 好啦那這次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在老翠的最終歸屬 就這樣確定了 那這顆引擎也是 蠻平順的啦 跟AD比起來 是平順太多了 2.5升的引擎 真的也是蠻有力的 油門踩下去 車子會一直跳 一直跳 因為是前輪傳動 又太有力 所以車子會跳 好啦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囉 字幕志愣